远方的家出境记者们都遭遇过哪些惊险的状况 面对极端恶劣的拍摄环境 记者们如何面对 走进人物的内心 唤起情感的共鸣 他们把陌生人变成了远方的家人 我可能有在采访当中失控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情绪 远方的家特别节目 我是记者 正在火出 远方的家栏目组成立五年来 设置所的足迹 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迄今为止 已拍摄制作了近千集节目 无论面对怎样艰苦的拍摄条件 记者们总是迎难而上 在一次次挑战自身极限的过程中 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人生经历 远方的家出境记者的一个重要职责 就是通过自身的体验 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感受 对于记者们来说 很多体验的项目都是初次尝试 考验的是他们的胆量 勇气与智慧 在华山第一线长空战道 记者蔡里娜需要克服的是 恐高的心理障碍 长空战道位于南风通色的山游 依附着悬崖绝壁搭建 这里被称为华山险道之首 一直是人们来华山历险叛齐的地方 为了保障游人安全 2005年战道家装的保险绳 游客都要系着安全带才能通过 就是让他总有一个是在保护状态下是吧 双挂钩稍保险 你打开一个就算那个没盖住 还有第二个 这边还有一个这样的铁梯子下去 这个铁梯子完全是空的 我现在已经腿开始有点发软 在哪儿啊 从山边战道到山腰的木战道 要沿一条沿细间的凌空旋梯 下降十多米的高度 当地人称这一段为通天堤 通天堤的落脚点 由横逛在石缝中的铁条构成 透过铁条 能看见脚下几百米深的山谷 感觉很是惊险 我觉得刚走这一段下行的这个铁梯 就已经开始腿发软 而且就是心跳 一直在加速一直在加速 因为这里你看 就底下完全都是空的 虽然事先我们的记者 对长空战道的惊险 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但第一次 在几百米高空的悬崖上行走 一时间还是产生了极大的恐惧 一到这的时候 我还是 就这里面的那个恐惧 还是一下子就 就完全就上来了 稍微刺了一点点头 就能看到旁边的悬崖 那个路就只有这么宽 我觉得我在这里稍微 休息一下 平复一下我的心情 长空战道将华山的险发挥到了极致 也是对挑战者勇气的一个考验 为了能切身感受华山第一险的险峻 我们的记者最终还是克服了对高空的恐惧 继续攀行 在陈文斌的险峻下 走到了木栈道上 你先试一下 很结实的 我试了一下这个木板是挺结实的 但是它在晃 而且它不是平的 它是这样斜着的 这样往前走了 对对对 就这样便宜 衣服在山壁上的木栈道 宽约40厘米 由三根方母 在吸入崖壁的铁桩上搭建而成 栈道长约30米 外侧没有任何遮拦 人只有抓着石壁上的铁锁 紧贴石壁 侧身而行 从栈道向下望去 沟壑峡谷 尽收眼底 十分壮观 行走在栈道上 不由让人惊叹 七百年前纠建着的勇气和毅力 好 到头了 好开心啊 成功战斗 挑战成功了 我们体验过了成功战斗之后 才真的能理解这个画一番的险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虽然说这一路上 会有这个安全绳来保护我们的安全 但是 其实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勇气 要克服自己心里面对于这种高空悬空的这种恐惧 但是我觉得只要挑战成功的都是勇敢者 同样是对高度的挑战 蹦极则要更加的惊险刺激 在广州的白云山顶 记者王靖有着切身的体会 越过这条线 可就不能走回头路了 只能纵身一跃了 保住了 朋友们 你们都好 整个跳的过程需要多长时间 大概一分多钟 一分多钟 对 好 来 你先转过来 先听我讲 好 请先听我讲 等一下你站到跳台口 双脚冰冷 双手打开 我们会喊321 321的时候你就自然往前倒 你们会推我下去吗 你自己跳吧 好 你跳完之后 我们会另外放这样的勾下去给你 你把它抓住以后 这样打开 勾到这个小环里面 勾好之后 做个手势给我们就拉你上来了 不还有意识吗 肯定会有的 很清醒的 跳的女孩子多吗 很多 有一半吧 来 来 试一下 我想回去 试一下吧 刚刚还勇气十足的王静 站在跳台口 面对45米的高空 开始犹豫起来 即便跳台下面是水池 即便有安全带的周全保护 那这一切都无法改变 这相当于十多层楼高的高度 所带来的恐惧感 来 先站起来 我站不进来了 45米 45米其实也不高的 我不敢跳 要鼓起勇气 加油 这个没有你想象那么害怕 我不敢跳 也就是站在上面考虑的时候 是比较紧张 比较害怕的 最近跳下去之后了 刚进了吗 你们都帮我看一下 没有你想象那么害怕 你先站起来 先听我们一讲好不好 我们的装备都是双保险的 每一条绳子里面有两条绳子 你的装备都是两件装备的 都是双保险的 是绝对安全的 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两个都检查过了 我们要扶住你 好吧 要先准备好 准备好之后 我们喊了321 倒吐321之后 你才可以跳 好吗 来 我害怕 脚尖露出跳台口 三分之一 先站在前面去 你先一步步坐到位 先试一试 好不好 就是主要是考验 你敢不敢去跳下去 其实安全是百分之百安全的 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不敢跳 一大部分人 都是跟你差不多心情的 都会很紧张 你真正跳出去之后 跳下去之后的话 你就会感觉到 你刚才想的都是多余的 来 好了 我先走了 好了 来 鼓起勇气 好不好 来 放开手 往前倒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了 准备好了 加油 121 跳 加油 好 我再飞 好 对于记者来说 更大的难度在于 在完成极限挑战的过程中 无论面对怎样的状况 都要恰当地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与感悟 只有这样才能为观众带来更加直观的现场感受 真不敢相信我现在是悬在半空中跟你说话的 刚才凌空一月的时候 我眼睛哪都不敢看只能紧紧的闭上 但是当我跳下来的时候觉得 哇 这种速度感是无可比拟的 而且广州城啊 就在我的眼皮底下了 哇 记者在节目中参与体验 有时难免会遇到危险 摄志组也多次用镜头 记录下了记者所遇到的惊险一幕 在江西一春的神仙谷体验漂流时 摄志组就遇到力气突发状况 事后回想起这一幕 记者雪梅还是心有余悸 当时我是全身都是安全设施很好 但是摄像老师因为他如果要穿那个救生衣的话 他因为他要这样夹着拍我 穿那个救生衣 他没法夹那个摄像机 所以他就干脆没有穿 但是呢因为有一个救生员 救生员是有这个救生衣的 他会站在他的身后护着他 就怕有危险 马上这个漂流要结束的时候 他忽然就翻了 当时是因为有一个落差下来 然后下来以后船本身会不稳 然后在不稳的时候 我们这边又因为体重差距太大 那边是两个男人 这边是我一个女孩 就一下就翻过去了 然后翻过去以后 我当时因为我知道水不是太深 但是其实也吓着了 我当时就知道我躺在 是仰面躺着 然后那个船是从我面前这样过去 过去以后就一把一只手 就已经把我给抓起来了 就是那个救生员 在这场意外事件中 摄像师腰部由于撞到了水底的石头受伤 送往医院检查 索性并无大碍 徒步木头遭遇马黄钉腰 还拍 要赶紧清掉 疼吗 疼啊 麻了 麻了 深入天山 面临生死考验 远方的家特别紧入 我是记者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栏目 强调在行走中去发现 对于设置组来说 许多危险的状况 往往就发生在前往目的地的路上 在徒步前往西藏摩托的行程中 设置组一行 就遭遇到了极端环境的考验 从旱密走出不到五百米 我们就钻进了一片雨林 由于海拔在两千米以下 气温高 森林里温热潮湿 刚一进雨林 摄像机镜头就被蒙上了一层雾气 容易塌方 这里不能走 这里容易塌方 我们现在真的是到了吗 这个马黄山 来了以后你才知道这个马黄的 可怕 你看 它竟然能够顺着我的这个手杖 一直爬到我的 扶手的这个位置 这就是因为我随时 走这个草丛的时候 手杖只要一碰到草 就会有马黄爬上来 而且现在我身上也有很多 一路走下来 可能每隔二三十分钟 就要清一次马黄 这已经是我们第五次的清理了 马黄山 顾名思义就是马黄成群出没的地方 加上这几天的大雨 马黄更加猖狂 尽管我们出发前都已经做好了防护 但因为设置组要边走边拍 经常停留 所以给了马黄可乘去进 赶紧的 过来一个人 给他拍开他的脖子 全是血 也吸着呢 像这样的马黄 这都是小马黄爬到他身上的 吸完以后就已经变得很大了 你别再拍照了 天哪 这怎么办啊 没办法就这样 就让他这么留着 不光开 汉马黄在木托海拔 2500米以下的地方都有分布 尤其是汉密到贝邦乡的这条路上最多 它栖息在潮湿的草丛树叶上 人或动物经过时 就会迅速吸附在身体上吸血 被咬之后感觉不明显 但是伤口会血流不止 在马黄山里迁行了一个多小时 摄制组来到一处相对平寒的地方 在这里 头顶上放的山崖遮挡了一些雨水 勉强可以当作一个休息店 所有人都要彻底清理一次自己身上的马黄 刚才我已经清了一个大概 已经找出来了将近20只 而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 其实清完以后也不能久留 因为我们现在扔的马黄 我们都在遍地都是 你看这种石头上 还有这种大只的马黄 这是刚刚从鞋上前则的 所以 面对他们 你唯一的方法就是 不能惧怕不能吼叫 而是用力地把它捏起来 扔出去 经过短暂的消息 摄制组继续前进 每走多久 前方就传来了坏消息 摄制组携带了两台高清摄像机 其中的一台因为周围空气潮湿和大雨相加 已经停止了工作 进去什么状况呢 把这个按下吧 雨越下越大 我们行进不到十公里 就碰到了十几处滑坡区 这些滑坡有的是几年前 几个月前 甚至是几天前刚刚发生的 由于道路随时都有可能被冲断 危险无处不在 阿旺提醒大家 这样的地方一定要快速通过 一路走过来 真的是不能麻痹大意 而且当走过来之后 你会有一种想要吸脱的感觉 快 走 虽然海拔一直在下降 但是我们长时间冒雨 在崎岖的山路上徒步 体力消耗很大 为了我们的安全 北俘们在这段路上 时刻保护着我们 你看 这边就已经是悬崖了 底下就是 大概有一两百米的一个深度 而且底下那个水流特别的急 在这里真的是一定要小心 千万不要靠边走 要贴着里面 刚才我一路走过来的时候 阿旺一直在把我往里拽 因为这个石头太滑 有时候控制不住 可能就会滑下去是吗 我们又花了两个多小时 下了几段山坡 终于来到了中午停息地点 这里位于一处河谷平地 少有塌方的威胁 和马黄的牵扰 因此这里也就成了 徒步旅行者们午休的地方 现在大多数人都是在清理 自己身上的马黄 刚才我已经清理过了 所以还好 没关系 哇 赶紧脱掉 快快快快快 还拍 还不赶紧清掉 你可算把他们喂饱了 疼吗 疼 麻了 麻了 那你还能走路吗 那马黄就是一种 非常可怕的动物 它咬完以后 会分泌出一种 抗血液凝固的东西 所以接下来 它虽然绑了腿 绑腿 就其实是 如果绑好了 是保护自己 绑不好 其实是 让马黄 无处可逃 就在它的枯缝里 一点一点的稀释 而这就是 咬完以后 它不停的流的鲜血 待会给你上点药吧 全都是马黄咬的印 大家在一号大桥 没停多久 就继续赶路 时间已经是下午 设置组 离向往的备崩箱 还有一半的路程 如果天黑之前 到达不了备崩箱 那后果不开摄像 虽然安全行走 是此刻最重要的事 但是我们毕竟 不是纯粹的旅行者 我们还要把 沿途所见所闻 锁感 记录下来 但是现在 我们突然的一个状况 就是你看 这边 我们现在是在拿一个相机 再录像 因为明明我们两台摄像机 全部都出了状况 由于这里天气 特别的潮湿 而且一直在下雨 虽然用了防水罩 但是现在机器 总是暴减 所以我们只能 用这个相机镜头 记录下 现在发生了一个状况 怎么样的情况 不行 两台机器都 石头保护了已经 就走败了 拍不了了 由于雨下的太大 我们也不知道 此时充当摄像机的照相机 还能坚持多久 经过一天的把授 摄制组终于走出了无人区 但是我们仅有的一台 可以拍摄视频的照相机 也因为镜头进水 无法工作 这个天气真的是 让人没平息 现在我们正在拍摄的 是一部手机 由于是用手机拍摄的视频 画质受到了一定影响 但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 能把现场记录下来 比什么都重要 无论遇到的环境状况 如何的险落 记者们始终紧记着 他们的职责 想尽一切办法 完成拍摄任务 经过一天的艰苦罢售 设置组全体成员 在山谷冲穿越三十多公里 终于安全到达的这段 徒步旅程的终点 被崩潇 在莫托县的公路 修通之前 记者通过自己的坚持 与努力 用镜头记录下了这里 最为原生态的珍贵画面 与众多感人的故事 努力践行 总会有所收获 这是远方的家记者们 坚守的一个心跳 但有些时候 没有到达现场 永远想象不到 可能遇到的困难与危险 在百山百穿行节目中 设置组为拍摄 天山主风托摩风 曾经进行过一次 历时七天六夜的 徒步探险之旅 承受了体能极限 与抑制品质的双重考验 在徒步的第一天 神志祖就遇到了 冰河的阻览 我们的林顿 乌鲁木齐登山探险协会会长 王铁南老师 为了给整个队伍 探明水情 涉水过河时 因为水流台阶 意外受伤 我们一方面在心里 佩服王老师的勇气和担当 另一方面 也对冰河的危险 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当地牧民带着驼运行李的马队过河 河水升级马的腹部 由于河床坑挖不平 当马踩到河底的暗沟时 部分专备被水打湿 此时已是傍晚七点多 由于冰川流水 由于冰川流水有一个时间差 冰河的水位还在缓慢上涨 我们需要尽快做出是否渡河的决定 王老师最后决定 大家骑马过河 因为担心安全绳在河中间会伴住马腿 所以不加绳索保护 从马在水中的动作可以看出 在马走的路线上 如果河床比较平坦 渡河难度并不是很大 但是当马踩进水底的暗沟时 如果人在马背上不能够坐稳 则有相当的风险 大部分队员过河比较顺利 但是也有队员经历了惊险的一幕 黑马尸体让人提心吊胆 好在离岸边已经不远 他又努力地站立起来 马背上的队员阿克苏 本地旅友江山 尽管帮人身子已经泡在水里 但仍牢牢抓住马鞍 化险为夷 听王老师说 在这样的激流中 人一旦漏水 很快就会被冲到煮河道里 基本上会被冲到河道里 没有生还的可能 十几年前 他的一名队友 就是在横渡冰河时遇满 虽然队伍中的大部分人 都已经过河 王老师等人 也建议设置组 跟随大部队渡河 但是看到屡次发生的现金 再加上设置组成员 起码经营不足 我们最后决定 在河岸边扎营 等到第二天早上 水小的时候再尝试渡河 现在呢 我们的队伍一行七个人 决定在这个平台上面 搭帐篷 决定在河这边过夜 因为这个河水很大 刚才呢 我们对自身能力 进行了一个 简单的一个评估 觉得靠我们的能力 起码也过不了河 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路线 安全第一 所以我们今天决定在这个地方 天很快就黑了下来 搭好帐篷 简单的吃过一些干粮后 大家都早早的休息了 期待第二天一早 河水变消 但是雨愿为 夜里十二点左右 山里下起了雨 而且雨势越来越猛 直到第二天早晨 也没有丝毫要停下来的迹象 早上七点 我们冒雨收拾行装 为过河做分配 对岸 王老师和王正伟等人 也来到河边 判断水情 一夜的大雨 我们对于水位下降的期待 显然落空 虽然情况不利 但是这组还是决定过河 因为此时如果放弃渡河 水位将继续上涨 我们可能需要 等待更长的时间 而整个队伍携带的吉阳涌现 这次托抹风拍摄任务 可能就无法完成 考虑到记者王瑶杰 单独骑马渡河的危险性 我们决定由王正伟带他过河 渡河之前 王老师让小谢 再给记者绑上安全绳 以防满意 在这样的环境中 对于驱守户外经验的我们 紧张甚至害怕 总是难免 风雨交加 没有一丝要停下来的一次 台南河水显得更加浑浊 激起浪花翻滚 军久了 就拿着一个 转上 啊 刚好 后来驱上 给我过两个 一和二 再往上往上 拉紧上 这位我把他停不掉给你了 啊 还放你了 还放你了 抱紧了 抱紧 叫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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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紧了 别害怕 别害怕 没胸 回家里 啊 啊 是这组唯一的女孩安全过河 让大家格外振奋 接下来一个个上马渡河 而记者王瑶杰 则在对岸临时担任摄像 我们摄制组一行运气不错 全部冒于安全过河 我们摄制组已经运气不错 有关你的鞋湿了吗 里边都湿透了 没关系 只要能过来就好 过来就好 面对困难 勇于挑战 努力战胜 这样的经历 让记者们在为光左奉献的同时 也不断丰富着自己人生的阅历 收获着成长的感悟 一个礼拜之前 我们这一组人可能在他城市里面 在自己的家中 在办公室 甚至在咖啡厅里 但一个礼拜之后 现在我们是实实在在地 身处在这样一片原生态的环境当中 面临着我们自己 完全无法掌握的一些挑战和困难 我突然间明白幸福好简单 幸福可能就是 我们在克服了自己的心理障碍之后 跨越了全台蓝河 幸福就是我们在全身身后的情况下 有一碗热腾腾的酥油茶 穿越喀纳斯 遭遇坠麻险情 我好像有点瘦 咱过去 瘦了 瘦了 与护林园共度中秋 收获真实感动 我好像有在采访当中失控的时候 远方的家特别节目 我是记者 正在播出 去往远方的路上 不仅有美丽的风景 多彩的民俗 更有着许许多多可敬可爱的人 记者们用他们真情的付出 真心的感悟 走进他们的生活 了解他们的故事 把一个个陌生人变成了远方的家人 在新疆的喀纳斯 为了寻访湖头护林防火站的护林员们 设置组再次经历了一趟艰苦的行程 这是一次需要历史两天的穿越之旅 大部分的路程需要骑马 穿行在阿勒泰山的原始密林之中 在行程第二天的一早 刚刚上路就发生了一万 摔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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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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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保的肉 我讨厌的 一会儿放下有点手 咱过去 摔了一下 要走不要停 走走走 没事走走走 原来 刚才下马整理行李的时候 一匹马好像受到惊吓 突然蹿了起来 先是将记者李七月甩了下来 然后静止奔向了马群 另外一匹马上的摄像师 还没有来得及开始拍摄 也被马耳甩了下来 折了折了 我是从马背上摔下来了 现在觉得腰可能有一点 有一点就是 挫伤 我们更严重的问题是机器 那机器现在是 这是摔断了吗 对 机器这个卡口摔折 那还能拍吗 不能拍了 这已经基本上就能报废了 报废了 对了 那怎么办呢 现在就把它给它 只能拿这个大体胶先沾一下 保护一下 拿回去修了 稍事休息了一下后 我们设置组坚持继续前行 这次意外的差距 让我们在马背上更加小心 无奈的是 摄像机报废了一台 只能单机拍摄 路也越来越难走 水沟和泥滩越来越多 这样的行程 在这样的天梯下 大概有多长时间 预计 也在六个小时 那呢 好吧 那就只能加点时间走了 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回头路 也不能走捷径 只有继续向前走 必须在天黑之前 就到下一个管护站 走吧 由于担心再次坠马 再加上天气 越来越恶劣 路也越来越难走 我们还要沿走片拍摄 所以整个队伍行进的速度 并不是很快 当走到山顶的一块平地时 先沉的雨 已经变成了雪莉和冰雹 从雨中走到雪中 其实我们是从堪拉斯的秋天 走到了阿尔泰山上的冬天了 我来给大家看看海拔 这里面1800 1811 现在能见度也就是在1.1米 再两个就看不到 再往上走 能见度20米 哎呦 人家身上都看不到树了 又往前走了没多久 雪莉很快就变成了 飘飘洋洋的大雪 能见度越来越低 走到双湖和喀纳斯湖头中间位置的时候 四周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 很多地方的鸡雪已经淹没了马蹄 一路上 向导不停地提醒我们抓紧缰绳 因为已经走了七八个小时 马儿也越来越疲惫 这时候很容易出危险 江山拉住 好 能扯江山让它掉湖 很多地方的水甚至伸到了马豆子 马儿通行也很吃力 雨雪一直下个不停 我们唯一的一台摄像机也起了潮汽 鲜色简介暗了下来 我们只能在面临中 随着马儿伸一脚前一脚的前行 在我们整个十字组都要陷入绝望的时候 终于看到了湖头保护站的灯光 这一路走过来 我们真是本来到阿尔泰山 是要拍阿尔泰山之秋的 结果一不小心拍成了阿尔泰之冬 虽然说在马上侧马扬边又下着雪 好像看起来挺潇洒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 我们顶峰冒雪河穿越沼泽的 每一分每一秒是多么的难挨 当然这也让我明白了 这些互联员的工作是多么的辛苦 在马背上待了几乎一天的时间 我们设置组的每个人又冷又累 护林防火站的队员们热情的接待了我们 直到深夜时分 我们才各自睡下休息 准备第二天的行程 昨天晚上依旧在小木屋度过了一个温暖的夜晚 虽然昨天我们吃饭聊天到很晚才睡 但是今天早上护林员们依旧是早早就起床 开始准备他们一天的学术工作了 另外今天也是他们每十天一次的收补给物资的日子 这个补给物资是通过船到康达斯湖头的码头再运送上来的 所以我们待会也要跟他们去码头看一看 由于前一天的坠马 我们的记者摇上发作 考虑到还要骑马 向导决定派护林防火站里名小伙 跟记者同骑一匹马进行保护 这次除了运送补给物资外 护林员们还要进行防火巡护 这个上下坡的路真难走 山上像这样危险的路段是不是有很多呀 一直都这样 这个属于比较好的路 这个是修复的 然后像一平时熊夺处 那是没马到 那是什么样的路 就是山上的这种原始森林的这种路是吗 对对对 这个是比较修复 哦 要好好走一下 天哪这个路还是修复的 对对对 站长努尔埃利是维吾尔族 在哈纳斯湖头护林防火站已经工作了七年时间 七年间 每年的七月至十月防火的高危险 像这样的巡逻路 他和其他护林队员每天都要走一次 山路难走 从马上摔下来脱臼和骨折的事经常发生 队员们早已习以为常 以后呢 打算什么样 这么苦的工作 我们只要那个身体还好死的情况下 就继续在这工作高危险 一线再工作下去 嗯 打算工作多长时间 这个看吧 一直下去 对吧 看看 就坚持 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 走了约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抵达了喀纳斯的湖头 运送补给污兹的船慢慢开了过来 这次运送补给污兹的日子 恰好赶上8月15中秋节 队员们除了收到日常的补给污 还收到了两瓶酒和一盒月饼 带着这些补给污兹 我们踏上了回程的路 回到广湖站的时候 已是傍晚时分了 广湖站的队员们七手八脚的忙活起来 晚上大家要在一起过中秋节 因为刚拿到补给 污兹比较充裕 队员们做饭时 特意多加了一些羊肉 饭菜很简单 卷心菜炒土豆兹 加点羊肉 干囊是早就做好的 唯一特别的就是这次额外补给的月饼 和两瓶酒 今天呢我们这些人要在这个小木屋里 过一个很特别的中秋节 第一个特别是 我们晚上没有特别盛大的这个中秋晚宴 第二个特点是 我们都没有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 但是今天这个中秋节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这一桌子人在阿尔泰的月亮下 嗯我们从各个地方来 我们又是不同民族的是吧 一起来过这个中秋 所以我现在提议一下 咱们有水拿水 有酒拿酒 一起碰个杯 大家一起说一下中秋快乐好不好 来 嗯 来一二三 来 中秋快乐 谢谢 管湖站里一共八个人 这些护林防腐队员们最大的不过四十岁 最小的才十九岁 管湖站的条件很艰苦 虽然有发电机 但是由于柴油是限量供应 所以平时队员们能省就省 这里没有手机信号 只有一部卫星电话与外界联通 只有遇到紧急的情况才允许使用 反桌上 除了管湖站的队员 还有两名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博士 他们这次是来研究阿勒泰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的 在这里 他们也要和护林员们一起住上半年的时间 这样的节日难免会有想家的情绪 但是能有这样的一些人一些朋友 大家在一起一起过 就会缓解那种私家的心情 那说实话你们想不想家 想啊 想 我爸我妈他们也很想我 在前两天微信电话通了一下 嗯 我想跟烦心 说一声几十块了 爹娘 几十块 好 突然会觉得对 特别像这样 没有 来 我很想有在 我很想有在采访当中失控的时候 突然觉得其实我不是 但是 嗯 多么惦记他们 因为我知道他们在家里过得很好 我知道他们都能团圆在一起吃一顿很好的晚饭 但是我知道他们会担心我们 有些消息也没有 而且在婚人以外 所以我 我也想说一句 你看我们去 港婚园也是的 嗯 其实这个中心也不是说哪个民族的街 中国一个应该是个团圆街 什么 看我们这些小伙子 哪一个随不是都是 都是我们的孩子啊 对 你们当月 在家应该在一起吃饭的时间 都在外面食尚楼里面 为我们的保护事业 奉献 所以我们对于 我们的辛苦奉献在各关户站的互联络员 有时干净 谢谢你 在远方的家记者团队中 有许多80后90后的年轻人 他们刚刚来到远方的家栏目时 并不十分清楚在未来的路上究竟会遇到什么 经过近五年的成长与历练 年轻的记者们通过不断的行走 更加了解了祖国 了解了自己 也了解了作为一个记者的责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